大家好,我们是红佩丽姐妹花,我们现在的所在地是时代工厂,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在这里祝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 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2017年即将到达了尾声,2018年接踵而至,那么我们新天给大家所播报的位置是纽约的时代广场,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已经开始了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我现在所站的具体的位置是在纳斯达克的前面,我们之所以今天选择在纽约给大家来播报这条新闻,是因为这条新闻也确实是跟美国的经济息息相关,那么这条新闻就是特朗普的税金, 最终版已经通过了,就在前两天,12月19日下午2点30分,被誉为美国史上最狠的减税法案,得到了两院的投票表决,最终以20多票的差距胜出,那么特朗普的税改顺利的通过 那么特朗普的税改之所以被称为美国史上最狠的减税法案,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平均可以给美国的家庭每年省税1182美元,以收入7.3万的四口之家来说,平均每年省税更是高达2059美元 但是减税虽然说给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减负,同时给美国的国债也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减税政策的推行给美国国债增加了15000亿美元,特别是给美国的房奴也带来了不少的压力 这15000美元目前的国债的减少呢,特朗普表示,他有足够的信心,通过税法的降低,他可以拉回非常多的美国目前的一些境外的集团企业,重新回到美国本土 同时呢,他还有很大的决心,将更多的境外资本,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大集团财团,包括欧洲的一些大集团 让他们纷纷来到美国设立总部,给美国贡献经济力量,为什么说减税的法案给美国的购房者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因为其中相关的内容是因为房屋的抵税的改革,川普税改之前呢,美国的房屋抵税的税额是100万美元 也就是首套住房是100万美元以内,贷款全部可以抵消收入税 但是这个川普税改呢,其中有一条就是把这个100万呢,变成了75万美元 很多地区啊,特别是这个加州地区,包括一些东部的一些发达的地区 比如说波士顿啊,纽约,它的房屋的售价呢,整体来说是很高的啊 肯定要达到了100万美元以上,这个中位数收入的这个美国的家庭来说呢 由100万美元的这个抵税最大值啊,降低到了75万美元 美国的很多的这个购房者啊,纷纷对这个税改产生了不满 既然有人呢,这个笑,那么自然就有人哭 关于这个税改呢,谁的这个亏吃的是最大的 就是这些低收入孩子多的无证移民家庭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自从上任以来啊,对移民的管控非常的严格 税改呢,自然也会对这种非法移民呢,带来了一些打击 低收入孩子多的无证移民家庭呢,政府所给的这个最低生活保障的这些补助 在这个特朗普的这一版税改里面都大幅的减少 关于这个税改呢,还有一个连带的一大批的吃亏人群呢 那就是购买了奥巴马医保的人 那么我们知道,很多人购买高额的奥巴马医保只是为了免除这一部分罚款 特朗普这个取消了奥巴马医保的这个罚款 那么这个根据美国这个保险行业相关人士统计 美国将近会有一千300万美元的人放弃保险 因为他们放弃完保险之后也不用缴纳这个高额的罚款 对他们来说呢,这一部分钱自然也可以省下收入自己的囊中 好,以上就是这个特朗普新通过的税改的这个大致情况 那么这个税改呢,将会在2018年的1月份开始实行 那么这个税法的有效期呢,将会延续到2025年的12月31日 那么关于这个税改呢,更多的详细的这个解析呢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萌观察以及美的之夜栏目 我们将会在这个栏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更多的解析 网络前言资讯分享独家解读 欢迎观众朋友们订阅ACM萌传媒 欢迎订阅ACM萌传媒